有部份人可能自己的選擇是離開香港 也未必因為政治原因 可能覺得樓價太貴 可能都是頂不住 你在你想移民國家有沒有相對的收入 第一件事 如果你不是那邊的公民身份 你的醫療怎麼辦呢 你懂不懂表達你有什麼病痛 年紀越大的香港人或中國人 最大的不適應的地方就是飲食 部份人可能考慮台灣 但這個不能夠成為主流 因為香港人留在哪裡 很多時候看哪裏可以賺錢 因為這是很現實的想法 有部份人可能自己的選擇是離開香港 也未必因為政治原因 可能覺得樓價太貴 可能都是頂不住 來香港你不單止工作上收入有風險 你醫療會有風險 飲食可能不習慣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抽離了你的社交網絡 即你的朋友圈沒有了 為了政治事件未必是一個長遠的事 你找個國家找個地方 沒有香港那麼動蕩 其實都是難的 你可以有個保障 但不要連根拔棄 不管你搭那裡的地步 不要亂 你不可以賺錢 這位等於你 你不想保障 你不想保障 你的局面 你不想保障 你不想保障